如何折长臂猿 长臂猿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 它是猿类中最细小的一种 也是行动最快捷灵活的一种 今天让几分钟来教你折一个可爱的长臂猿吧 你将需要一张正方形纸 笔 剪刀 第一步 把正方形纸分别沿两条对角线对折 然后打开 再分别沿两条中线对半折 打开 有四条交叉折痕 第二步 顺着折痕把正方形的两个角向里压进去 得到一个小正方形 小正方形开口的一角对着自己 第三步 左右两边分别向对角线对折 上面的一角沿刚才对折过来的横边折下来 然后都打开 有一个三角形折痕 沿此折痕把这一边纸翻上去 压平 翻面 另一边 同法操作 第四步 把指的两边分别向中线对折 翻面 两边也同法对折 翻面 两边也同法对折 把纸翻过来 使不开插的脚对着自己 第五步 把下端的边折上去 然后上边减掉于二分之一 把剩余部分的上半边向后折去 第六步 把两边的脚分别向里折进去 再把脚拉出来一部分 就是耳朵 第七步 上端的左侧肩脚向下折 折多少决定圆的臂长 再把折下来的脚的右斜方折一小部分 第八步 上端右侧肩脚向左折一小部分 然后肩脚再向下折二分之一 垂直平面 第九步 把下边沿中线剪开至三角形顶脚 剪开的两边分别向后折二分之一 第十步 画上眼睛、嘴、长臂圆就完成了 这一步 看起来 还要哈 through 未经过 前面部从中线剪开至三角形顶脚 起来 曲终于的 你知道吗 长臂猿生活在高大的树林中 采用B形法行动 像荡鞦韆一样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一次可跨越三米左右 加上树枝的反弹力可以达八至九米